今天回到台湾 以平价入住金华区 渴望有谱了 因为财政部的国有财产局 要释出三块台北市的金华土地 包括了中校复兴节运站的附近 杭州南路的附近 还有内湖康宁路 要公开招标地上全 要盖平价住宅 学生宿舍还有饮法住宅 要用合理的价格来吸引一般的民众 在台北市热闹的东区商圈附近 未来对面的土地即将要盖平价住宅 就是位在巷子里的这一块国有地 它总共有538坪交通便利 近邻捷运站 绿色围里外头写着大大的国有地字样 北市金华区的土地没再用 财政部国有财产局打算在12月公开招标 设定50年到70年的地上全 目前我们对这大面积的土地呢 我们是尽量以保有所有权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释出它的使用权 保留国有地的所有权 避免引发带头炒房的联想 国有财产局释出三块金华区土地使用权 捷运中校费金站附近的土地有538坪 将会盖平价住宅 大安区另外一块杭州南路附近的土地 将要盖成348坪的学生宿舍 而内湖康宁路附近的土地更大 总共有2379坪 要当引发住宅来使用 如果你全部把它定位成是说 我就是全部做一般的住宅 好又有可能担心投资者 又去拿去盖这个大坪树的豪宅 吸引建商财政部打算要将权利金 从市价的三到七成变成不设限 另外还要再收1%到5的地租 不过出租给学生和引发族的租金 财政部还没确定 只说会是合理价格 房子炒得凶 民众用低价入住金华区 渴望会实现 中天新闻 叶宛柔邓杰台北报道